其實有時候會有這種家庭發生什麼 你知道 奇怪 我們都明明一世人都沒有東西掉 這個話就很傷了 對不對 那您如果這是這個媳婦的話 您會怎麼做啊 怎麼做 沒有就沒有啊 對啊 那我也不會配合演出 我是北京人 您是上海人啊 不是 不是 對 反正沒有就沒有 那一定要這樣子勿怪我的話 那我們這個日子也過不下去了 對 那不如咱們就離了吧 哎呀 您也會演戲 您都這樣跟我說了 我就只要配合演出 所以你也是離家出走 對 不然就是如果 今天就看這個先生的態度 如果他沒有辦法站在我這邊 先生是挺老婆的 對 那如果站在我這邊 那我們就手牽手 先生超讚的 手牽手一起搬出去 太好了 就跟黃醫師這樣子講 搬出去以後太太跟他說 有耶 六十萬在這裡 對 他現場說我家老三十八 去付頭款 那這個搬出去以後 其實家人常常久久還要見面 那黃醫師回來見面會不會尷尬 老實講要看當下的心情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子 老實講我自己在 我分享一下就是說我自己在前一段婚姻的時候 我也常常會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前婆婆他講出來的話 跟我們認識到的事實是不一樣 但是在那個婚姻中 如果你婆媳關係不好的時候 你確實會把他想成就是 他是故意刁難 你當然也可以想成他是故意刁難 所以從此再也不復相見也可以 但是我自己因為是站在醫者的立場 我覺得老人家 其實腦部退化是很常見的呀 抗疫 對 但是這麼好是沒退化 你還不是老人家啦 都不知道他幾歲 因為其實有些老人家 他已經就是真的是到那個狀態 前而夜退化 情緒很容易失控 很脾氣很暴躁 然後他記得跟事實上是有很多的出入 這個在很多的家庭紛爭裡面 是可以想到 所以如果說我作為媳婦 我想說他就是 就老人家有時候犯這樣的錯誤 但是因為他所 如果只是說我們杯子亂擺 那也就算了 但是因為他講的是很重大的 我們就不能陪他演這個戲 那如果說我覺得 就是我都看人家壽命 我就如果壽命很長 那就是又一直給我搞怪的話 我就不理他 可是如果說他 你就覺得他也不會活很久 那我就順便一起演戲 我也ok啊च來 他在開 他也是用途六四五二六 好這個蘇律師這邊 有女客戶也懷疑家裡有內責 對對對 其實就是跟這案子 很像 還有一個黃鑽 近百萬的黃鑽 Buonid 黃鑽是比較貴 就突然怎麼不見了 那他以前老公 他有送他一個機械錶 就是比較沒蠻貴的表 結果不見 他覺得到底是誰 家裡就是出來了 不夠像 那他就覺得說 他就想到說 他最近的兒子 大兒子 都一直跟他講說 媽 就是賺年紀大了 可是你就有點錢 是不是可以分一點給我 我要做什麼投資 什麼什麼 他覺得很怪 為什麼今天兒子會這樣子 他有點懷疑 那麼他就 他有一天 他就很肯定說 他就把那個錢包 他其實都會放在他的包包裡面 都把他放 他故意把那個外套蓋在那邊 他就故意去離開家 就留下大兒子在家裡 就回來之後他發現說 奇怪 那外套怎麼翻起來 就一定是這大兒子 所以一定是大兒子為了錢 要偷他的錢 黃鑽也是他拿的 然後那個手錶也是他拿的 一定是拿去不知道是怎麼樣 他就來跟我講 律師 那怎麼辦 這樣是不是提告會怎麼樣 就提告會怎麼做 那我就隨意問他說 那這樣 你 告大兒子 告大兒子 他不是媳婦 是兒子 那就問他說 那到底 那這樣你確定嗎 你說你東西 真的不見了嗎 那他說應該是不見 我全家都翻過有可能 而且他就一直講 我就明明我就故意測試他 因為東西相連不見 他就要測試 他就顧 我就說 我就把 我故意知道我兒子在的時候 故意把包包放在那邊 我還故意把我衣服給他擱上去 他把他翻 所以一定是他 那我就說 可是我建議他不行 這個事情是有蹊跷 你如果萬一真的不是你兒子的話 搞不好是有時候家裡 還是有人會禁忌出 萬一不是你兒子 那不是連兒子都沒了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建議不要 先不要提告 因為這個 這個問題 你沒有確切證據 法律上 我真的這樣講 法律上你沒有證據 證明他有罪 他就是無罪 那他只要說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告訴你 那就是沒有 那最後你兒子沒有 你也告不成 那整個東西很麻煩 那我說那不要告 那怎麼樣呢 我建議他 反正你還有很多錢 對 那請你在哪裡 在你的房間裡面 裝那個針孔 攝影機 就是把 因為有一些是保管箱 什麼的 反正裝攝影機 如果今天真的不見 有的時候拿著再處理 因為如果沒有證據 對 我覺得像這個 剛剛那個爸爸 沒有證據 我覺得一定按兵不動 你一動的時候 反正是你輸了 法律上是看證據的 所以不建議從法律上去做 除非有證據 是 是 是 那這個潛意 有沒有可能一種是 其實是爸爸自己忘記 對 我覺得應該是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我這邊其實有一個 你就我太太的那個阿嬤那邊 有沒有 其實他剛開始的時候 他會跟家裡面人講說 他東西不見 他說 我什麼 那個什麼金牌鏈 還是什麼手機 都不見 那時候因為他慢慢身體 比較不好了 都是我太太的媽媽在照顧他 然後他有時候照顧都 就是會罵他你知道嗎 就說我東西不見 是不是你把我頭拿 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很厲害 那個是痴呆的開始 對 對 對 結果他後來 後來搞一搞搞一搞弄一弄 弄一弄之後 他就是還會這個就是東西不見 然後半夜然後會大聲的罵 丟東西 然後就是一直說 但是他很奇怪 他都會直指那個媳婦 偷他的東西 照顧他的那個人 就只有媳婦在照顧 然後他一直罵 那媳婦就不斷就 我老婆的這個媽媽 一直要忍受這個事情 然後罵罵罵罵到最後 就是好像就身體不好了 後來才離開了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他那個是失智 可能是不一樣的情況 那個生病的狀態 對 那可是講實在話 問是你們大家又反對 要報警其實變成這麼醜 對 因為就要來調查了 總有一個 總有一個小偷吧 對 傳出去能聽嗎 要怎麼辦 就我現在也是一個案例 跟我們這個很一樣 因為他怎麼樣 他是一個大雞 那個大雞有一條 鑽雀 花蓮 鑽石項鍊 他都在那裡收收 結果他一天沒去 忽然兩天沒去 他一直找一直找 因為他不是說放在那裡會忘記 他是天天在戴的人 就是這樣子一放 那結果他一直都想說 家裡的人沒有人絕對是一定是媳婦 但是心裡面會覺得說這樣子 不過他跑去問神 因為他家附近 他有一個經常去拜拜的 一個宮廟 他就去問神 他問神 為什麼去問那個宮廟 宮廟為什麼跳機呢 出來跟他說說 沒錯 你媳婦拿去的 他一直想說 這媳婦就是外人嘛 一定是他拿去的 所以他回來 他也不敢說你拿去 因為他就沒有說 他就跟他講說 我一條傳球拍電影在刮那條 你們大家都有看過嘛 但是他就是沒有了 沒去之後對不對 我已經找找找到這樣都沒去 那這樣所有的人家人 大家都要來找找 大家都去就是登機找找 那當然兒子女兒 對啊 大家都去找找找 但是那個媳婦說 我是怎麼要跟你們找找 他沒有找找 他覺得說我根本不需要 因為我沒錯就是沒錯 我沒有拿就是沒有拿 但是我不需要 你沒有要找找 你沒有要找找 錢養養養就變成了 他就是不找 他就是沒有要找找找 他就是說 根本我見到你們家庭 家裡來 就要帶你們這樣 就要什麼找找找 而且要找重找 因為他那個 什麼叫重找 就是說一定會死 叫重找找 那他因為那個 叫你說不是什麼 因為他們這些 家庭家庭 後師 女兒子 大家都有找找 連他老公也 都詛咒 大家都找找 好了 他們媳婦 好像不就是 他們媳婦不找就是不找 後來他覺得怎麼樣 他們兒子 跟那個不一樣的 就是兒子 他也懷疑說 這個可能這個太太他拿的 要不然他怎麼 大家都沒拿找找就好了 為什麼你不要找找 那就這樣子 兩個就來鬧鬧鬧鬧 那這個媳婦 他們這個媳婦 就一直覺得他們這個老公 他說今天我叫到你家裡 你連這個基本的相信 都沒辦法做到 我為什麼要跟你成夫妻呢 結果兩個就為了這樣完結 就這樣子很快就去逃逃離婚 就離婚了 好了離婚了就抓了對不對 但他還是背著一個懷疑 背著背人家說 你是小偷的 這個狀態回到家裡 他心裡也很鬱鬧 但是經過不知道差不多幾個月 結果那條下面找到了 找到了 是什麼 他塞的這個 他好像說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櫃子 那個頂面 然後掉下去 扭下去的時候 他不是掉在土甲 他去繞著這個地方 繞著他有一個溝槽 剛好掉在那個溝槽裡面 所以他這個怎麼開 都沒看到那個面 結果又是怎麼樣 那忽然人家掉下去 有一天他才突然扯到 那兩三個月才扯到 我就靈怡了 對啊 扯到之後的時候 自己就很抱歉 就說 那個宮廟我就去問他 他就說 回去調教我們媳婦 淘汰 就不可以在那裡 就心裡又不好說 以前說的 以前人有一句話說 我們如果衣服不可以 一定要藏起來才可以添 沒有人說 添在 添在房 人家會用熱 熱作餐 就是感覺不會輸這種情形 那他就後來 結果他跟他們好心說 我們大家都誤會他了 這樣很抱歉 就要扯回來 不然我們來又給他送回來 結果真的去他們家 去買去幫他搬送 這下是搬請 搬師匯 就要幫他搬請 結果那個媳婦不要 他也叫所有人酒爪 沒有 這酒爪也沒有 現在酒爪我也沒有記憶 他就是為什麼 他叫他 他要去帶回來的時候 他就賣了 其實在那種情況下 他沒有要對人酒爪 這個是要很大勇氣 對啊 因為他會認為說 一個人 你做派跟酒爪不關 人家說酒爪如果有什麼 天就不壞人了對不對 所以那個詛咒 真的不見得是正確的 但是他覺得說 我的就是我沒做就是沒做 我為什麼要酒爪 所以他也就賺 他也不會改回去 他也不會改回去 那條項鍊到底多少錢 我想知道 那個項鍊應該是幾十萬 還是百萬應該有 因為他那個整個是鑽石項鍊 重點就是 如果幾百萬的 懷疑我還有道理 對 如果今天一條一萬塊 你還懷疑我 你不是更氣嗎 他說一萬塊你也偷 我們先休息一下